中國基本上,如果說很短的時間 完成了歐洲工業革命之後 二、三百年才達至的那個水平 開始對美國有威脅 美國現在為何禁電呢? 就是因為他是老大 誰會挑戰他呢? 當然是老耳 他發覺中國就來做老耳 當然最好就是在他冒起之前 就拈死他 好,回到C對話 今集是第二集 今次錄影第二集 再次歡迎施老闆 我們上一集就講到 其實今次的疫情 對經濟的深遠影響 他最後講了兩點 大家可以翻題的 但其中一點 第一點就是 產業鏈會不會重新再改變呢? 其實就聯想到中美關係 究竟會發展成怎樣 美國特朗普說 中國最開始隱瞞 隱瞞得那麼厲害 令到全球都感染 所以美國現在這麼厲害 但是很有趣 CNN做了一個很長的影片 可能我們就看一點 就是看特朗普在1月初到 其實那個影片到 差不多到4月的 不過我們看一段 究竟他1月初到 可能2、3月份 究竟他怎樣表現 說話關於疫情 沒有,我們完全沒有 我們完全沒有 我們完全沒有 我們完全沒有控制 他們僅僅僅僅僅 看來明明 你聽說 當它變得更加暖 它會變得更加暖 我希望它是正確 我們有很小 人在這個國家 現在現在 約12 很多人都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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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為止 我們沒有人 到 coronavirus 在美國 人們可以 代表人 扶持疫情 而危險 人們 人們 和歷史 人們 和歷史 人們 人們 沒有 很高興 看到你們 訓練 社交通 這看來 是一場 這場 是一場 是一場 的一場 OK 施老板这个片 原来是特朗普一月初 完全是我没事 我们是零 我们是做得好 越来越多 然后他口风就变了 但他现在就说 中国大陆是你隐瞒 然后大陆就说 那不是啊 我们一早就告诉你 但是很明显 有人说Donald Trump 是藉着中国这个事件 就是将他的blame 就放在中国大陆 但问题是整个事情 其实你看到现在 美国出声 要求赔偿 英国出声 法国出声 这些西方国家 在疫情之后 其实对中国不会很客气 我们会面临一个 什么的政治环境 在疫情之前 已经是可以看到的了 因为 因为全球化初期 美国只顾着自己的企业 资本的收益 他就以为这样做 让他吃尽全世界的优势 他就没有考虑到在他这样做的时候 将那些产业知识 普及到第三世界 第三世界当时很多国家 包括中国 有个时期都是大部分是农民 如果你去中国农村 停留在石器时代 木器时代 整个农村里面 只有几个农具是铁器 什么都是木头做的 石头做的 跟西方正在争整整一个世代 人家已经是工业大生产 我们还是和日当午 变成了现在 你现在一下子 你将工业生产的知识 工业生产的营运 普及到全世界 令到这些地方的生产力大升 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升 其实全球化对人类 是改变神大 是令到全球很多人脱贫 包括13亿中国人民 12亿 现在已经13亿多了 印度也好了很多 印尼、菲律宾、马来西亚、墨西哥 南美洲很多国家 都因为全球大生产 各国分工 都分到一杯斤 但是这个过程中 中国的经济大幅无气 改变了它是农业为主 贫穷落后的状况 变成中国基本上 如果说很短的时间 完成了欧洲工业革命之后 二、三百年才达至的水平 开始对美国有威胁 美国现在为何禁电呢 就是因为它是老大 它制定了很多全球的游戏规则秩序 都是对它有利的 譬如美元的国际地位 它不够钱 政府发债 没有人买债 联储局帮它买 实电的 美国自己没有出口 都可以买尽全世界的商品服务 原材料 那挺正的 但是如果它做不到老大 就会有人挑战这些游戏规则 这些既有的建制 那美国就是最大的建制 是全球建制的奠基者 那它如果不维护这个建制的话 它的利益就会失去 那谁会挑战它呢 当然是老耳 那它发觉中国就来做老耳 当然是要 最好就是 在它冒起之前 就捏死它了 嗯 但是它出手太迟了 如果它是 七十年代八十年代去捏中国呢 真的捏到哭都没有哭 那时候就放了它出来 所以它现在就是趁疫情 要进一步捏它 是啊 捏它怎么捏呢 一个就说 那全球化无益 不要依赖中国 将一些生产搬回自己国家 嗯 它还给钱给一些企业股 是啊 你搬回来 日本也是这样 运输费 设厂费 你的消耗我帮你付 就是希望涂空中国的经济 那 除了做这个 另一个就是说 这个疫情是中国搞出来的 但实际上 这是一个新的病毒 中国都要查清楚 确认了才可以公布的 嗯 最初说 这些是沙士来的 中国一查清楚 连那个病毒的基因的排列 都给全世界一起参考的 嗯 而且中国也都行一些 比较强硬的封城措施 嗯 1月20多日就已经封城了 嗯 你有足够时间 知道问题的严重性 嗯 嗯 那 当时你做什么呢 你没有拉警报啊 嗯 你说世卫没有警告 你自己都 没有做准备功夫啊 告诉美国人听 他有啊 他说我2月已经不飞大陆了 特朗普说 2月初 预初 他内部还是 但他内部没有做什么 是 现在要做的主要是 要做内部 嗯 那 你这些疫情的 是全球蔓延的 不是说 人家 找个遵日的病毒 倒些药 你的水糖度来感染你的 你用这些东西去 人家害你的 根本是不成立的 那你染了病 你都不可以去告香港政府 说他令你染病的 明白 但现在呢 其实你没有话语权 没有 话语权 你在西方国家 因为你生活在西方国家 掌握话语权的香港 所以你听到的就是 是 这些说法 我的意思就是 总之如果过了这个疫情之后 就是西方国家一起联合 说你中国令到这个疫情 搞到全世界这样 当然有人搞的 现在主要是民间诉讼 鼓励民间诉讼 鼓励民间诉讼 至于欧洲有不同意见的 不是正是 不是一 是欧洲 有欧洲的说法 只不过要中国 将实际情况交代 是 政府没有哪个政府要求赔偿 那些 所以 不是那么容易要求赔偿 有些人在那里 吓鬼 就说 那不配 将中国的美债 就是没收了它 或者不让它 那会怎样 那会怎样 不得了 那未债以后还可以买 我觉得 你这样可以 随便不honor你的制 是啊 你要承 你的指控要承 承 特朗普现在做的 只不过是 为他要选总统 对他做了的失误 推卸责任 你这样很奇怪 之前特朗普 是2月3月的时候 开始爆发的时候 他的民望是在下跌的 但是最近 其实升了 升了又下跌 这几天又下跌 但是都是在升之前 有点回徒 但是都是 我相信 遲些会不同 为什么 最初 因为 因为跟中国的争拗 美国人一般觉得 需要找个强一点的总统 是啊 会懂得骂骂的总统出来 是 才有好处 是 找个君子出来 没有好处 是 所以便找了特朗普出来 但是现在特朗普 真的明显失误 对疫情估计不足 防疫措施做得不足 害死了美国 数以万计的人 现在防疫措施 美国说是 因为中国大陆自己 拿了防疫措施 现在出来赚钱 另外一个指控 指控还是指控 事实还是事实 是 我自己觉得 这些指控 是你说的 是的 你可以 去到什么程度 真的 将中国买了的美债 全部 令到它无效 准备 这个 没有可能的 如果你说 没收了中国在美国财产 当然中国在美国有很多投资 有些是民间的投资 你这样做的话 除非去到战争状态 对 你不可以一下子这样做 但是你觉得会不会是有些 因为我们打贸易战 中美贸易战都打了两年 跟着来不是中美 是中国对西方国家 那些人说八个联军 接着 美国的做法 就是要压抑中国 除了 我刚才说 去在生产上 减少依赖中国 在科技上 不让你接触 或者要疫症 要你赔偿 另一个做法就是 在意识形态上 说你是一个邪恶国家 有了 然后就号召他的盟友 是 全面去抵制他 是 你觉得会 当然 这个 我们真的要压抑制 库头将会有那个时代的内容 是吗 库头 未必 即刻需要压抑制 因为我说 中国已经不是70年代的时候的中国 现在中国 农业上 我们其实基本粮食自吸 我们还有买一些外边的粮食 只不过 摊它便宜 可以喂牛羊 那些 农业没有问题的 我们可以自吸的 工业生产 哇 我们是世界工厂 卖到全世界 我们是 这方面 日常的产品 冰箱冷气机 洗衣机 电视电话 我们什么都可以生产 你不会更远 你连中国 人民的生活 都水准下降 这些行办 搞得定 唯一就是有些高科技 高科技 现在有些地方 还是差一点点 但我们那个 人才成长得很快 我们大学生 每年毕业的 多过欧美国家 很多中国人本身的 能力不差 很快追上来 明白 所以我自己觉得 就是美国禁不死中国 因为加上中国 有个很大的 自己内销市场 14亿人口 内旋 已经够了 够经济可以运作 OK 所以就不会 就是美国是可以拖慢 拖慢的是高端的发展 但是日常的生活 没有的 我们的基建能力 组装能力 你已经 哪里有人像中国这么有经验 明白 所以不是他要按就按得住 明白 但是我们很多的散户 听施老板这样说 OK 没事 但是我们会有一个大的来的 一个是不是大的挑战 在投资市场 大家很关心的 我们最后一集 就问施老板 订阅房子 投资 他的部署 大家最喜欢听 我们下一集 最后一集再说 多谢大家